3月3日消息 苹果评价iPhone系列可能即将迎来回归 据悉,苹果正在研发一款全新的iPhone SE机型 代号为iPhone SE4 并且将会带来重大设计变革 科技网站91Mobile获得了该机型的CAD渲染图 以往的iPhone SE机型均采用带有实体Home键的旧款iPhone设计 而这次苹果似乎有意做出改变 根据行业消息人士提供的CAD渲染图 可以确认iPhone SE4将采用一块6.1英寸的显示屏 相比于带有Home键的iPhone SE5G的4.7英寸屏幕来说 是一次巨大的升级 CAD渲染图还显示 iPhone SE4将采用类似iPhone十四分之十三系列的刘海屏设计 并搭载Face ID面部识别功能 后置摄像头方面 该机型则延续了前代机型的单摄方案 该机的尺寸为147.7×71.5×7.7mm 与iPhone13和iPhone14相似 这也印证了Mark Rumors去年的一份报告 该报告提到iPhone SE4可能配有实体iPhone键 从渲染图中无法确认和USB-C接口 第四代iPhone SE预计将在2025年发布 但也有可能在今年秋季的苹果发布会上 与iPhone16系列一同亮相 虽然iPhone16系列预计会是相对常规的升级 但加入一款平价机型 或许有助于刺激发展中国家的销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